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末民初,我国出现了大批土匪。当然,绝大部分土匪都是小打小闹,兴起于一时,很快就被剿灭或者被黑吃黑了。 但是也有极少数大汉匪,可以为恶多年。比如著名的刘黑七,他横行半个中国,屠杀二十万人,其罪行庆竹兰叔,刘黑七,本名刘贵堂,黑七乃其绰号,清光绪十八年,生于山东沸县郭全庄,刘黑七从一九一五年起聚众作恶,危害二十九年之久,匪众最多十余万人,流窜山东,河北,热河, 辽宁,安徽等市余省,所到之处,抢劫财物,杀人如麻,山东是流黑七的老家,但更是其为祸的重灾区,据不完全统计,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,四年内,仅山东一蒙一带,极有千余个村庄,遭到流匪的抢掠,房屋被烧,二十多万间,一万两千余人被残害,其杀人手段之惨,聚集匪徒之多,活动范围之广。 护握时间之长,可谓全国北首之冠,成了文明全国的混世魔王,因为流黑七善于利用钱财和美色来诱使部下为他卖命,所以他的势力扩张很快,到一九二八年的时候,已经达到万余人,随着流黑七的势力越来越大,地方军队根本无力在剿灭, 再加上当时军阀混战急需武装力量,流黑七反而成了军阀们争相招募的对象,为此,他先后依附于何英心,阎西山,张学良,石友三,韩富菊等,但都匪性不改,走到哪,抢到哪。 1915年到1922年期间,刘贵棠打架结社的勾当越做越大,甚至有资本与弹量在深山中挥金如土,开设酒馆、茶楼、饭庄、戏院,生意十分红火,许多人不断前来投靠他,他的地盘也从一个小村庄,扩大到尖十几个县,队伍多达上万人。 刘贵棠自称为师长,1925年到1928年间,刘黑七古匪在藤县、林仪、飞县、蒙茵等地墙路奸杀,罪行着发难数,刘飞还想各村派粮派款,如有抗拒或交不足数,急攻破村债,烧杀抢劫。 南校一村1927年春节前后,尚有三百多人在外讨饭,2月10日,刘黑七也为纳钱粮围油攻入该村,烧杀险因害人听闻,有的男子被砍去四肢,大谢八块,儿童也不能免,一个十岁儿童被匪徒用七寸尖刀从左耳刺进,右耳灌出,钉在墙上,一个两岁孩子被抓住双腿扯成两半, 一岁的婴儿被放在碾麦的石滚下,碾成肉泥,一名妇女被二十多个匪徒轮奸而死,该村原有七百三十五人,处在外讨饭的三百多人,留下的被杀三百四十六人,四十一户被杀绝,全村烧光,匪祸之后,又饿死七十三人,卖儿育女三十八人,该家离去五十一人,全村仅余二百一十二人,留黑七杀人手段极其残忍, 有所谓点天灯将人入布,挖空灌有点灯,放天花将人下身埋入土中,使血液上升至头部,用刀剑砍护马踏,制血花飞剑等,群众视其为魔鬼,其兽,此外还有刀刺,刀,炸,灵刀销,活埋,豆腐,挖心等,孩子如果哭闹,一说留黑七来了,顿时就不敢哭了,人们赌咒发誓时常说,如果我说瞎话, 今天就碰上留黑七,他先后投靠蒋介石,严西山,张学良等人,之后建峰使驼,在东三省投靠日委,并出任为满第三路军总指挥,被击败后前藏至天津,后来左躲右藏之下,又投靠日军与国民等, 但最终于1943年,在柱子山被击毙,留黑七被剿灭后,东三省,山东等多地百姓,锣鼓喧天三天三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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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